来关注巴黎奥运会羽毛球赛最新战报 我国女双陈康乐和蒂娜在同排战不敌日本山羊组合 松山奈韦和志田千羊 以第四名结束奥运征途 两人下后接受采访时泪如雨下 坦诚自己的心理素质不如日本队 没能稳住心态才会输了比赛 两人要赶紧赛 所以,我认为要比赛才能至于这一级级 是完全关于 mental nothing关于健康的脾气 我必须要祝拥给他们做得很好 他们会坚持很坚持 他们都被重渗了整整个步骤 所以,第一点是因此将会输成我的差距 这套比赛前的表演并不太好 有很多上升和下降 但是我们很羡慕 我们永远未能比赛 直到最后奖比赛 世界排名第十二的乐地组合 在女双同排站和他们的克星 世界排名第四的日本山羊组合展开对决 最终乐地以11比21 11比21两局直落不敌日本队错失同排 尽管两人无缘摸牌 却成功创下我国女双在奥运会的最佳成绩 另外我国男单选手李子佳 今天下午4点50分 将在男单半决赛对上泰国劲敌 坤拉祸力争决赛名额 男双赛事方面谢定峰和苏伟业 会在今晚9点的男双同排站 约战丹麦组合一决高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